关注CBA赛事营造良好竞赛环境 分享篮球的精彩与快乐 大家好 罗元凯说今天的话题是 同位国家男篮的队友和主教练 郭志强和李南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昨天晚上郭志强率领到广州男篮 大胜李南旗下的江四队 可以说这是一场于南球队之间的对决 这场比赛的特点是 郭志强与李南都是前国家男篮的队友 而且都曾担任过国家男篮的主教练 两位主教练的阅历相同 经历几乎一样 然而比赛的结果却不一样 难怪球迷们说 同位教练 同位国家男篮的队友 同位国家男篮的主教练 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通过比赛具有丰富指教经验的郭志强 给蔡角教练李南上了一堂 生动的教育课 最终广州男篮以119比94大笔分 盖上了苏州肯尼亚 然而比赛结束之后 两位主教练有同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们的总结发言也很有特色 显示的不一样 我们一起听一听李南和郭志强主教练 就比赛的总结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防守做的很差 整场比赛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输在了上半时 另外一个我们对对方 管住队这个远投 我们在赛前 内线的是这个哈斯 外线是这个斯贝斯和这个摩尔 我们其实在内线防守 做的还相对还可以 让对方投出了52%的远投命中率 这一项我们就输了很多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球员 就是上一场 手机上了以后 对我们整个这个人缘轮转 那么另外中间我们有个后卫也发去了 这样的话人缘轮转始终不太正常 那么总的来讲 我觉得我们年轻球员在场上 这个拼劲还够 那么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比赛 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进步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鼓励这些年轻的 首先你要敢拼 那么能够从比赛当中 能够去学点什么 这场比赛队员在场上 执行力 这种专注力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尤其在放手的强度上 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不管是定言放手 还是连访的放手 确实给对方压力还是比较大 包括在进攻上 今天在进攻节奏的控制是非常好 我也在要求全队进攻当中节奏的控制 是对没场比赛的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今天那种反击的快攻 半场的真击进攻的组织 节奏控制还是非常好 但是虽然今天赢的比赛 但是有一点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好 尤其在篮板球上 尤其前场篮板 给对方20个前场篮板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我们还要再总结 郭志导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的 我看我们的助攻是30个 就是比对手多了10个 您在打球的时候也是顶级后卫 就是说你觉得我们这个后卫群今天的表现 好在什么地方 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哪些部分 因为我来到球队之后 我就跟球队提出要求 我们要去打整体篮球团队篮球 因为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 团队的项目 所以在比赛当中要依靠团队 然后也打团队篮球 我们队从第一场到现在始终做的都非常好 一直在打团队篮球 不管是外援也好 还是国内球员也好 队员在场上做的执行力还是比较好的 对于后卫来说 因为现在真正一号位 后卫现在只有我们英俊跟那个D 他两个是打一号位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 对他俩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你要去还要防守 你还要去进攻 你还要去推进 你还要组织 你自己还要去进攻 所以对后卫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D跟那个英俊做的也是非常好 他俩也比较努力 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郭志强和李楠的总结看出了差距 虽然都是国家男男的队友 都担任过国家男男的主教练 然而作为主教练来说 李楠比起郭志强来讲 还是差了一大截 李楠应该想郭叔好好学习吧 好 现在话题就聊到这 感谢您的阅读点评与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吓不敬 请我参照 当代班 按钮 李楠 念 �� 李楠 李楠 李订 李订 李订